老师做好 台湾更好 台湾更好 戴着抹绿色口罩霸气喊出口号 陈时中团队公布竞选主视觉 由设计师儿子亲子操刀 logo中斜线圆点箭头 分别代表象征阿中团队特质的三大元素 沟通 团结 和进步 在做每一件事情 怎么样是可以让每个人都达到双赢三赢 而不是说自己赢就好 那这些事情其实从小都影响我们很多 透过这个主视觉 让大家看到阿中的人格特质 阿中是一个稳定的人 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团队的小惊喜 小彩蛋 那这个背景音乐是我们的阿中夫人 也就是知名的音乐家 那她的即兴演奏 我延安同意来这样子并肩作战 那我是非常的高兴 因为今天心理上是觉得很窩心 她也是默默的支持我 那也在这里跟太太讲说 太太谢谢 陈世忠父子俩难得同框 大打亲情牌 陈世忠对儿子作品相当满意 而看到对手蒋万安主视觉 口号你家台北就是无限 陈世忠话说得好酸 那至于市民怎么样选择 是一个有服务经验 有工作经验 一步一步的 卫生福利部部长 跟两年多的指挥官 是为了大家觉得比较可靠放心 那还是没有行政经验 那发出一个无限的可能 引起话题的还有前一天晚上曝光的 这张照片 立伟庄瑞雄 po出陈世忠吃泡面照片 赞叹他跑了一天行程 累得要命 却吃完泡面就满足 很实在 网友眼间发现 餐具都在桌上 根本也很大 而他在万华基层 见面会上说心疼万华 也被对手蒋万安猛酸 是鳄鱼的眼泪 带有恶意的揶揄 也大可不必了 那当然不是刻意 每天故意要去吃泡面 是时间上刚好比较紧迫 我忘了用什么叉子 或汤匙吃的 反正拿到什么就用什么吃 先有总统及团队 现在还有家人权力相挺 让陈世忠拼选战 没有后顾之忧 华语新闻 正有听林家倩台北报道 请订阅 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